由设计专业出身的英加曼曾担任过咖啡品尝师及试茶师 透过味觉与设觉的专业训练 让他对于土肉粿有更深入的了解 其实我在碰土肉粿的时候我觉得它很妙 因为以试茶师的身份去试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发现它层次感很多 包括入口的甜 然后到微微的胡椒辣 那到不合胃 然后到收口韵的桂甘 其实都是一般茶都喝不到的 英加曼从小由爷爷奶奶代大 因为奶奶是茶农的关系 至少就跟在他身旁照顾茶园 造就英加曼与土地的亲密连结 小时候吃的时候都跟着茶 跟她说啊 她说跟茶 我跟茶 这时候如果要去曼与土地也搁到山上去 她就跟她搁着 树源土地上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大洞 这些是土肉粿树移植的痕迹 土肉粿树需要大约两平的生长空间 因此幼苗时期可以看到紧挨着的小树 长它后它们就只能遥遥相忘 一般闻到的肉粿香其实是来自桂皮泉 它是一种有益于人体的物质 根据它的含量差异 外国肉粿需要剥树皮或树枝制成桂皮 但取木质的部分制作就有摄取过多香豆素的风险 而土肉粿只需采下老叶 就能拥有丰富的桂皮泉 也因为只取叶子的缘故 让土肉粿叶的香豆素 比其取枝树皮或树枝还要少许多 桂皮跟桂枝因为它是木质部 它是木质的部分 所以它会含有比较大量的所谓的香豆素 Kumarin Kumarin这个化合物在医学上已经证实 它对肝脏有毒性 土肉粿叶中含有大量的有机化合物 黄酮类糖肝 只需要将叶子用热水冲开 就能轻易摄取 这些黄酮类糖肝 它有非常多样性的活性 比方说它可以降低胆固醇 就是胆固醇可以降低 它可以减少血脂 里面的血脂 土肉粿不但对于健康有帮助 而且只需摘取叶子就能使用 不会消耗树本身的寿命 比起茵香需要采下树皮 更能保护树林 同时坚固永续 因家卖以家人为出发点 推动土肉粿富裕计划 她心疼母亲一年四季 因手脚冰冷受苦 也疼惜奶奶早年种错肉粿而走的冤枉路 她希望透过计划一点一滴 将土肉粿的好处推广给国人知道 让土肉粿不但能在树林中茂密生长 更能在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飘香 她的嘴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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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